有一个小故事非常的简单 但是告诉我们的意义却非常的深大 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借给人家半个铜钱 那个人好久都没有还他 于是他就到借钱人那里去要账 走到讨账的路上有一条大河 渡河要花掉两个铜钱 到了借钱人那里 那个借钱人不在 他只好回来渡河又花掉两个银元 已经四个了 借了人家半个已经花掉四个了 为了讨回半个钱的债 他花掉四个 再加上路上的辛苦劳累不堪 借出去的钱很少 要回的账失去的更多 别人都在笑话他 世界上是有这么一种人的 为了取得一点点小小的名利 以至不惜上失自己的品质 拼命的去竖取不顾自己的利益 不顾自己的人格和荣誉 情愿被人家讲 我还要去做这些事情 要记住了 你这辈子做的事情 来世还是要受痛苦的回报的 记住 能放下的人 要把自卑心从你的心里删去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拥有伟大内心的人 相信自己 找对自己人生的位置 你照样可以拥有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放下懒惰 精进努力 改变命运 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炉火存清 就是你的最好的成功的基础 提醒自己 你是一个上进的人 快乐的人 健康的人 善良的人 你一定会拥有一个灿烂的人生 最后台长告诉大家 相信自己是未来的佛 你一定会改掉你的习惯 把自己当作菩萨来做人 你一定不敢做坏事 每天想做佛 天天念佛 你终有一天会成为未来的佛 修善业 帮助别人 记住了 就是帮助你自己呀 不要去想烦恼 不要去听烦恼 不去看烦恼 你心中就永远没有烦恼 不要去看烦恼 各位队长 支持中文